我刚刚在台下跟一些前嫌在聊 我准备要组一个小的修行团体 这小的修行团体呢 并不是要成立小团体去东家长西家短 找几个特别真心想要在最后这段时间里面 去提升自己的内德 然后固定一个月我们聚会一次到两次 我们有一段的时间研究圣人的言教 然后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去勇于承认 自己在过去这段时间所犯的错 因为人如果不能够去认识我们自己 在修行的路上你就很难大幅的增进 假如我们不肯坦然去承认自己的错 我们就有复长自己错误的那种不好的一个心态 佛陀在内言经曾经讲过 复长之心会让我们在过生死海的时候 如同头顶上顶着一座须弥山一样 过生死海希望身心如燕一跃而过 你顶着那么一座大山那就寸步为奸了 意思是说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要放下莫须有的至尊 要不断的透过我们的内饰挖掘我们的缺点 然后我们勇于去曝晒 当我们跟别人承认了我们的错的时候 就如同把我们不干净的衣物 透过太阳光的一个曝晒 他达到了消毒灭菌的什么 一个功能 我会成立的 我一定会成立 但是人数一定不能多 因为一多就麻烦 尤其有些人如果喜欢 把人家的隐私当成有庙 差于饭后的闲谈的资料 这种人一定在我名单谢绝之外 因为那会照口过 这是一个想法 我也赞成各位前显 你们真的私底下可以找三两个 这样的知心好友 你可以去跟他承认自己曾经犯的错 然后我们公开的来检讨 然后在下一次的时候 我们再来问 我们过去那段时间犯的错 已经有没有提升 有没有改正过来 在不断的改变之后 就能够把我们六万多年 根深蒂固的秉性给他挖掘掉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 我的看法向来会比别人宣布的 你们真的要组这样的一个团体 但是不要变成了小团体 小团体就是有没有 结党淫私啊 你们切莫把我的话给听扭了 我希望鼓励大家能够有一个新兴的一个成长 显而易见的 有的时候我们欠缺的这个鞭策 我们就容易怠惰 比如我们可以规定自己在这半个月相聚的时间 你要读完哪些东西 你每一天的功课在于哪里 你读了没有 然后就你读的内容 你现实生活角色的扮演上面 家庭也好 职场也好 道场也好 有哪一些缺点 我们改进了没有 我们都读相同的内容 我们都从相同的角度 去考核我们的品格 然后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勇于承认我们的错 错在哪里 你要言之有误 不要说我错了 错哪里我哪里知道 就说爱说自己不对啊 那些都不是我要的 你要知道错在哪里 然后我们再对症下药 这样可以确保大家 在末法时期 冤报冤仇报仇的时候 因为心性的一个光明 会带来肉体的健康 因为没有外在恶元的一个帮凑 过去中的恶因 它就不会形成为恶报 这是提供大家 在这个阶段里面 要如何去提升自己啊 刚刚前嫌有在 拿这本书在看 怎么前面上一堂课 讲的对我 书上都没有 因为这个资料是最近补上去的 人总是在不同的时间背景里面 他有他的想法 假如我有20年 我在整理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会把资料放进去 因为要让大家去了解 孔圣的一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 我们才能够望而生畏嘛 因为有敬佩才会有取法之心啊 我们再来看孔子他这一生 前面已经谈到 他的所谓的生跟死的年纪 也谈到他一生生命的一个规划 那么他在行他的 执行他规划的过程里面 他没有遇到任何的一个考验吗 就像我们求道以后 我们在道场上 学道 在家庭里面 生活当中 行道 办道 我们都曾经遇到一些 外在境界风的吹动 让我们有的时候 会因为一时的失察 让人心做主 我们做错的事情了 那孔子他的一生 难道都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是一帆风吹的 才成就他的圣人之位吗 我们看看这一段的经文介绍 孔子为了实行 他就是的一个理想 他曾经带着学生去周游列国 他第一个见的是齐国 见的是齐景公 齐国在当时的诸侯国里面 是什么 是大国 我们读过了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 齐景公是齐桓公 是当时春秋五霸之一 所以可见齐国 他是一个大国 当时见到齐景公的时候 齐景公问他 怎么样叫做安邦定国之策 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国家富强安乐 孔子给他提了 这八个字 君君臣臣富富子子 这八个字 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嘴巴上面 把它弹出来 然后我们明白了 这八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吗 这八个字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有一个名称就有一份责任 这个份就是责任 当我们为人母的时候 我们就担负起了教养儿女的一个责任 当我们在为人上的时候 我们就有那一个要体恤下位者的那一个责任 我们不论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是哪一个角色的扮演 我们挂了一个什么样的名称 都有我们所要应该去履行的一个义务之所在 这个义务是我们不能推脱的 所以为人父母要行辞道 为人子要有孝道 同辈之间要有剃道 儒家的思想谈的一直是这些 我们做一个公司的老板经营者 我们要利润 与什么与员工共享 我们做一个公司的员工 我们要体恤一个经营者 他要维系一个公司的密脉的一个艰难 所以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的付出我们的劳力 换句话说 在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不同名称的人 杂居于其中 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各尽其责 社会就安宁 他就不会动荡不安 国家就会安定 于是我们回过头来 看今天的社会 你看美国 看其他的国家 你看到了什么 韩国不是刚刚才结束 一百多万的一个抗议活动吗 你看到了什么 你又听到了什么 国际的事我们不了解 我们看我们国内 你认为这八个字 台湾有展现吗 看不到 我们不从大的角度看 我们从我们的家庭生活看 我们自己有做到吗 我们不是也曾经做人前面的人吗 社会比较粗粗的话 老鸟要带领这小鸟 你也是为人上啊 是不是 你是在前卫的人 你有爱护那个后勤之秀吗 道场不是有一个尊前提后之德吗 你在职场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扮演吗 所以均均层层 父父直子 它代表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我们有履行自己的责任吗 你不见得是一个国的领导者 你不见得是一个公司的经营者 但是当你为人上为人下的时候 你有担负起自己的义务吗 做农夫的有尽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不敢吃东西了 为什么 农药太多了 所以现代的人死掉 不能够土葬啊 因为个个会变成木乃伊啊 它不会腐烂啊 尤其我们病痛一大堆 没撬病子以前 吃了十多年的药 你以为那个药是简单的吗 它会让你的什么 肉体不容易腐化 农夫没尽责任 商人没尽责任 最近反核食品不是一段进来吗 一调查才知道坊间很多核灾区的食物都进来了 核辐射的东西是不能够透过人体排泄出去的 它是不断累积的 那不是商人的责任吗 在家庭里面 些许的小事 夫妻起争执 两代之间不合 开车走到路上 一点碰撞 得理不饶人 就把整条路挡在那边 最后要大动干戈 请问你有尽责任吗 那一个角色的扮演 有符合着圣人的一个什么 一个期待 没有 所以社会会动荡不安 如果任由这种现象 不断的恶化下去 后学上一堂课有讲过 自取灭亡的日子 会来的比我们想象中为快 为什么 人不照天理 天就不照甲子 人再饿 饿不过天啊 所以人有千算万算 敌不过老天掐子一算 他一个灾就进行收杀 所以这个世界的康宁与否 是赖我们每一个人 要肩负起这个责任 我们个人的身心健康与否 你只有靠你自己啊 不是吃很多的养生的补品啊 不是做很多的养生操 那些只是助缘 只有助缘不能够根深 去解决那个问题 因为让我们身体 不健康的种子在那个地方 所以修道一定内外 齐头并进的 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过程里面 大小难无数次 讲这几种是我们在历史上 已经耳熟能详的 所以人不要看人的 以貌取人 如果以貌取人 你就分不清楚 孔子 这个所谓的历史的圣人 跟那个大尖城 羊虎 他们之间的差异点 当时有一个人 他叫做羊虎 这个羊虎 长相跟孔子 几几乎是一样的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 当宽国的人 要追杀这个羊虎 错把孔父子 当成羊虎 去追杀他 让孔子有没有 在那个阶段里面 遭受了很多 性命攸关的 一个危险时刻 所以同样的一句话 释迦牟尼佛在 金刚经不是有讲吗 如果我们用外貌来定 定一个人的修为的高低 转轮圣王即是佛 你分不出的 转轮圣王 是在人世间做人的时候 累世当间 都与人广结善缘 所以福报很大 但是他没有佛陀的 一个妙智慧 所以外王功夫行的周全 所以他能够做什么 做一个圣世的人王 以你的福报的高低 定什么 经营铜铁四个位阶的 所以我们学到 也不要以貌取人 我们的以貌取人 除了离开外貌 所谓的长相的美好以外 也不要以一个人 外在所具备的条件 来决定这个人 他是好是坏 你唯一要选的是 跟这个人接近 与我的心性 有没有帮助 如果有帮助 他就是我的善知识 如果没有帮助 你就要保持距离 以次安全 虽然佛法教我们 要平等心 但是在没有达到 那个境界之前 为了预防自己 不要寂寞者 黑 所以他学习是有阶段的 当我们立得住脚跟的时候 那又哪有善恶知识之差异的 越是不好的人 反而我们要刻意去接近他 因为才有方便成全的机会 但是起修的阶段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是非对错的观念 还不够坚定 很容易在积非成事的状态之下 我们的价值观被混淆 我们的行为就产生了一个偏颇 第二个就是宋国一个奸臣 叫司马桓腿的消机伐坛 孔子到了宋国去的时候 在信述下面去讲到 当时宋国有个奸臣在乱政 叫做司马桓腿 孔子讲仁义讲道德 讲的都是安邦定国的道理 讲的是为人君 还有为人臣该尽的本分 这个大奸臣刚好就是臣不臣 听到这样的一个言论的时候 当然想要除孔子而后快 所以当他知道 孔子来到了宋朝的国度 在某一个地方信书下 在讲道理的时候有没有 他就率领大军要什么 要去杀他 可是因为弟子里面 有跟宋国有互通讯息的人 知道孔子将要遭到危难 就立刻告诉孔子讲 就开始迁移了 离开宋国 而这司马桓腿到了现场以后 看不到孔子跟他弟子的那些的行踪 心里面的怒火难消啊 就把孔子蒋树所做的那棵大树的下面 那棵杏树给他砍掉了 又派人把所有孔子跟他弟子走路的那个路上留的痕迹 把他扫掉 这是对人最大的侮辱 好像在驱逐越籍或乱一样 我们有受过这样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的否定吗 我们曾经被别人这样破坏吗 没有 小小的一个境界风 我们就什么 心悦易马 心慌易乱 就守株无措了 第三个 陈蔡绝两 从陈国进入到蔡国 本来也是要宣讲人意道德 刚好遇到吴王夫猜 在攻打当时的成果 攻打成果 吴王夫猜 我们应该知道啦 谈到西施 大家戏剧都记得很清楚 为什么 所以看历史剧的电影也很好 但是不要去看那些捏造出来的东西 完全不是历史的 只是要勾引大家的收视率 所以把人心的那种狡诈尖环的一面 一直给他平铺出来 那种东西就不要看了 看多了 不知不觉 而辱目染 我们也会动那种心念的 因为吴王夫猜攻打成果 所以孔夫子刚好 要在成果成菜之间的一个边境 在兵荒马乱的时候 他就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率领一堆弟子有庙 三餐不记了 我们在读轮语学二篇里面 好像是学二篇 不是有记载吗 记载子路问孔子 怎么修道人还会遇到 没饭头好吃的困境 孔子说会的 修道也会有逆境来磨练的 子路又再问 那这样子 修道跟不修道的差异在哪里 修道不是说改变命运吗 不是讲修道有种种好处吗 怎么我还会没饭头好吃 那请问你差异在哪里 修与不修差异在哪里 孔子就跟他讲 颠沛如是 造次如是 一个真正学道的人 他是临危不乱的 在任何的困境 现前的时候 他能够安住了自己的本心 在日常生活里面 不因为物资的一个匮乏 而有任何的烦恼跟挂碍 小人不一样 小人随着境界风而起舞 在顺境里看不出他的不好 在逆境里面 他种种作为就开始为自己打算 谋一己之私啊 小人在逆境当中的胡作非为 就会让他的命每况愈下 君子在逆境的时候 还能够装进自强 不改自己的初衷 他终究会有云开见月的那一天 那一段话的由来 其实就出自于成菜绝粮 那孔子在周游列果 在推行大道的时候 遇到这么多的磨难 各位前前你不能说 哎呀业力重啊 我们是业力重 他一个八地的大菩萨来人间转世 他哪有什么业力 他是视线的 那个叫做什么 道高放心 取高和寡 放在我们的一贯道 早期各主线的老前人 来台湾在传一贯道福音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有吧 开一个佛堂 被人家灌一个佛堂 各种污蔑的言词都出来 什么鸭蛋教啊 脱衣教啊 义夫多妻制啊 什么都来了 我早期没有进道场 但是我听过很多这种报道 当时最有名的报道 是泰山有一个人 听说娶了十几个老婆 他打的就是一贯道的名号 所以好色的人以为有福了 蜂拥而知一看 那安呢 这个地方男女有别的 可是没有真正进入道场 认识我们道场运作的人 了解我一贯道本质的人 有多少人就在这种污名化之下 被误导了 而错失了 可以得逢大道福音的机会 各主线的老前人 都经历过这一段啊 我们现在不会有人 把这种莫须有的罪名 加在我们身上 偶尔是我们自己真的犯了一些错 讲错了一些话 做错了一些事情 别人讲我们两句 我们就受不了 所以我们是业力重 困境来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突破 但是古得不是取高和寡 道高帮心啊 所以圣人的一生 成长的过程是艰辛的 学习的过程里面 他是不懈怠的 他一路朝着自己既定的方向去走的时候 他并不是风调雨顺 一路平安的 他也大风大落 几经波折的 他跟我们最大的不同 在他坚定于自己的志向 不论怎么样 不改其志啊 所以成功才会属于他 所以圣人历史上的定位 绝不是偶然 那是经过很多次的一个学习过程里面 把他锻炼出来 孔子到老年的时候 敬意的几件 让人垂胸顿足的事情 一般凡夫会垂胸顿足 会很感慨 那莫过于我们讲的 白发送黑发人 孔子69岁 他的独生子叫做孔里 那个时候50岁左右 就去世了 到他71岁的时候 颜回去世了 一个是家庭里面 自己最爱的孩子 一个是他在道场当中 他最疼的学生 走掉了 72岁的时候 子路走掉了 子路是小孔子 好像六岁还是七岁 严格来讲 他是孔子的义友 在那么多的弟子群里面 只有他敢于建言孔子 当他对于孔子的言论 有怀疑的时候 他不掩藏他心里面的疑惑 当他对于孔子的行为 看不懂的时候 他敢于去表达他的想法 所以孔子公开赞美子路 认为子路是他的义友 是可以帮助他 不断的往上提升跟成长的 我们的身边有这样的义友吗 如果没有 你要去找一找 找一个出来 如果都找不到 那不是你眼高于顶 就是做人太失败 到73岁的时候 嫁鹤西归了 所以他的晚年这几件事情 哪一个是我们能够经得住的 可是他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奋斗的过程 因为他的一个坚持 所以才会有万事师表 至胜先师 人家封他为素 表示他的德性是完美无缺 素就是像白子一样的洁白的 德性圆满 没有任何染拙的 所以历史的定位 要靠自己去努力的 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喜悦 从来没有 孔子有几句话 这几句话是后学很喜欢的 也会拿来鞭策自己 这是今天早上把他放上去 孔子曾经讲过 真正学到的人 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在衣食住行 生活的必需品上面 他降到最低了 所以颜回的一单食一嫖饮 你就知道他取法谁 取法我们孔夫子 如果他的老师 三餐都是很丰富的话 他的学生也会受影响的 孔子本身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于是我们在今天来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 给自己的享受是过了 吃的太好 要的太多了 我们一直在讲寡欲 当我们心有所贪的时候 即经其神 即经其神 你就着那个物 被那个物给影响 就被那个物 被那个东西给牵着鼻子走 就天天为了无斗米之而腰了 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不论时间多么短暂 那个叫做忠实 再短暂的时间 也不违背了自己的人心啊 人字在儒家而言 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那就是谈我们性的一个本体 儒家以人作代表 所以孔子讲 忍者无敌嘛 一个真正 以道来庄严自己内在的人 他没有敌人的 因为他平等心 他没有忍我向 敌人又从何而来 照次于事 颠沛必于事 这是孔子在成菜绝粮的时候 回应子路问的那句话 不论在多么艰难的魂境当中 照次跟颠沛 形容环境的颠簸流离啊 我都坚持我自己 绝对不改我修道的本色 绝对不会违背了我的良心本性 所以正是人人 无求生以害人 不会为了苟且偷生 去违背了我的什么本性的 他就解开了 我们可以为了让自己长命百岁 我们去杀生害命吗 天有好生之德 众生取法天的德性 第一个就是取法天的好生之德 他给每一个物 都有一个生存的空间 以无这个所谓的植物来讲 不能移动的植物 他在寒带跟热带地区 都给他不同的造型 让他不会那么快速的枯萎 不能生存 在热带的时候 阔叶母 叶片比较宽广 因为热带地区 雨水比较丰沛 如果那个雁片狭窄 有没有 那个雨水排不出去 不能蒸发 他就腐烂掉了 到了寒带地区的时候 气候寒冷 雨水比较欠缺 他就给他 真业的一个长相 让他一点点水费 都能够安然度过一个寒冬的 天照万物 与无这种所谓的 没有具体生命表征的植物 他都能够考虑的这么详细 那与友情众生呢 他难道没有给他生活的空间 没有给他生存必要的条件吗 有的 只是我们把他打坏掉了 我们没有察觉出来 所以我们才是该为我们生存空间越来越不好的 这个事情 这个事实 我们要负起责任的 所以没有求生与害人 生命尚且不可以因为为了苟且 妨害到其他生物的一个生存 那其他东西更不用谈了 有杀生已成人 有牺牲自己只是为了要圆满自己的性格 这个都有 这个都有 这三句话 在我看来 各个都是一个当头棒喝 都像木骨城中来点醒我们自己 在日常生活里面 有坚守这个大原则 有力行孔圣的这些话吗 所以孔子一生带给我们的启示 他从小到大 从学到的态度 到他行道半道的一个过程 他在老来困境的时候 他是怎样的处置于 处置泰然 他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来 不论你在哪一个空间 你在欧美 在所谓的台湾 在偏乡在城镇 你身在富家 身在贫贱之区 来的时候大家都一样 没有一个人穿着衣服来的 有哪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 一出生下来 哇 穿着凌柔绸缎的吗 没有一个 大家都是一丝不挂 都是赤手空拳 这个应该不需要考证吧 是不是 我们为人父母都知道 我们生下的孩子 没有含着金汤池下来 如果含着金汤池 那真的也不需要鼓励大家生育 大家就拼命生啊 都是这样子 意思不挂的来 来的时候 一模一样 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死的时候 各位前前 是怎么走的 老死 病死 过老死 意外而死 现在有的时候 走在路上都不安全 你在那边等红灯 都会一辆车子撞过来 因为酗酒的人很多 酒驾的人很多 所以不小心 他糊涂了 我们也跟着赔上一条命了 有这么多的死法 没有一个死法 是我们很喜欢接受的 但是你能够避免后面的这些的事情 你不能避免什么 不能避免老死吧 弥勒夏三经有谈到未来的世界 人要活到五百岁 最五百岁假婚假 活到八万四千岁 会到了生命最后那一天 他知道时间将至 他会到大树旁边念佛取经 他没有惶恐 因为他知道生命是不断灭的 我们一般人不都是按着这个步骤在走吗 但是孔子 这些历史上的圣人 或者各个中门 我们在谈到一些先驱者 以我们一贯道而言 我们的祖师 我们的师尊师母 各主线的老前人 前人辈的人 是什么 以服务大众为目的的 为了把这么一个良好的福音 推广出去 每一个人竭尽自己的心力 还有生力 他的死就不一样 所以死有重于泰山 有轻于红毛 我们选择自己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离开人世间 我们选择我们去执行 我们就会带来不同的回响 如果吵吵一声 走了以后 没有一个人记得我们 现在可以冲散 一个人忧愁的工具太多了 不像过去 有没有 家里面有一个人走了 会怀念他很久 因为周遭生活里面 处处可以带给我们他的回忆 现在不用 现在手机里面的各种画面 会让你忘了悲伤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抉择 我们不懂得去丰富自己的内在 没有把生命的本质给发挥出来 我们的死其实就是一个 所谓的春夏秋冬必然的一个过程 再频繁也不过了 潦草过一生而已 那就是轻于红毛 所以这一段话跟各位前前提过了 好几次的 一岁出场亮相 从妈妈肚子一出来叫做一岁 因为妈妈已经怀胎十月了嘛 像老子例外 出胎就是好几岁 二十岁春心荡漾 在座没有清修的人 去想想你的生命过程 不论男的不论女的 都是这样子 才会把你可爱的娇妻取回来 才会找到你要依附的大树 尽管到后面才发觉 这个大树不如自己想象中的一个坚固 不可靠 这个娇妻不如自己想象中的一个柔美 太凶残 太凶残 毁之玩意啊 谁叫你当初春心荡漾啊 四十岁稍微发胖 早上才被我们张家的张兄 我的先生在讲 看一看你 怎么那个肚子还那么大 别人会误会的 我说我过了六十岁了 还能产生什么误会 我过了六十岁 有一点中围是再自然也不过了 代谢能力减弱嘛 他夏天将到的时候 你这个肚子能够见人吗 我说我冬天还没过了 我烦恼夏天吗 想的太远了嘛 没有一个往里面想进往外面 看人家的肚皮干什么 四十岁稍微发胖 六十岁血压向上 刺激太多了 想起年轻的种种有妙 就不由得怒火终生 想起未来的点滴有妙 又不得 由不得我们忧心忡忡 血压怎么能不上 高高低低有妙 然后起伏颇大 七十岁记忆健忘 常常忘掉身在何处 所以身份证要常常戴在身上 我讲一句话 你们不要觉得很夸张 我有时候出门还要特别看 上半身衣服穿了 下半身有没有穿 你们以为我在说笑话吗 我确实每一天出门 我会这样看一遍的 为什么 因为我惊觉到记忆力不如从前了 很多生活上的琐碎的事情容易忘掉 那有没有因为记忆的短暂失常 让我们走出大门的时候 圆形必现 这人头上有问题 所以多看一眼走没错 我才六十出头 我就已经警觉到这样程度了 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真的是这样的警觉我自己 八十岁走路就摇摇晃晃 我不用八十 我五十多岁伤筋断骨的时候 有没有 我就已经走路不稳了 寸步为奸 九十岁迷失方向 表哥是例外 我们统员有很多老菩萨 年纪大人他例外 为什么 他杂念少 还有在佛堂里进出 有没有 还真的有天恩施德的庇护 但是请问 几个到九十的 几个九十还能坐在这个椅子上 坐上两三个小时 耐得住的 不要说有那个软垫 给我一个沙发我也坐不住的人 比比皆是吗 所以这个不简单 那一百岁 我觉得也不要太强求了 挂在墙上有没有 也不要太懊恼了 可是被爱的是 现在人的家庭 没有人在挂 往生者的照片的 我小的时候 阿公阿嬷去世 阿嬷先走 墙上挂着阿嬷的照片 黑黑白白的一个老人 挂在那个地方 昏昏暗暗的空间 常会让人产生错觉 到了我高一 十七岁的时候 阿公去世了 墙壁上又多了一个照片 摆在那个地方 等我三十六岁的时候 我们老家搬迁了 搬到新的住宅 没有人挂那两张照片 照片去到哪里 不知道 搬家的时候 似乎也没有特别 去注意到这一个方向 要看阿公阿嬷的照片 就是跑到灵谷塔 坟墓坡贴在墓碑上 所以一年看的次数是有限 如果我是嫁出的女儿呢 坦白讲 很多年不曾看到 因为我要去婆家去扫墓阿 那年轻的一代呢 我儿子搬家 他该搬走的垃圾 他都不要 他不穿的衣服 他都不带 因为他要他的空间 简洁又什么 又整齐 如果他连他的必需品 他能够塞到别的地方 他都不想摆到他的家里 你认为将来我的照片 他会挂在墙上吗 不会啦 所以七七四十九天 人在人间可以自由进出的时候 这个确确实实是这样子 因为地府还没有定我们的 所谓的这个功过嘛 我们还可以来去自如 回到家里面 你真的看看周遭四面的墙壁 老弟老咖 三南三北走一遭 奇怪 我的人在哪里 怎么没有我的相片 仿佛你从来不曾在这个家庭出现过一样 我先给你们打强心针 你们将来才不会 到了那一天来的时候 在每一个房间 翻箱倒柜的去找你的照片 不用找啦 因为很快的 人家就忘掉我们的存在 你觉得很悲哀吗 这是事实 因为现代的装潢 实在很不适合挂黑白的相片 你不要惯年轻人 潮流如是 那特儿求其次 哎呀有一个铃骨塔 上面还有一个相片 然后 有一个盲阿坡 墓碑上还有一个相片 那没关系 一年三节 子孙会到 他会看到相片 想起阿公阿嬷 想起爸爸妈妈 我再打断你这个念头 以后的扫墓 用手机直接画图上去 他根本就不到现场 所以他就看不到相片 不是有开发这种软体吗 在这边画手机 画了一个什么金颅 城市设计 然后你要用多少的美金 日币 然后金子银子有没有 然后儿子就这样画 画进去 然后那边就熊熊烈火 爸爸妈妈收到没有 收不收到 我也不管你了 对不对 画进去就好 或者请人家代为扫墓 他告诉我们什么 假如我们不善于 去支配我们的生命 假如我们就让自己的生命 循着生老病死的历程 像世界的循环一样 有生就有灭 随生随灭 我们在人世间的定位 就是这样子 我讲的东西 在现在的社会现象 他就已经看到了 不用等到以后去认证了 所以请问你 你要选择怎样 用你这一生的岁月 换一张相片 或者换一个 从来不曾存在的记忆吗 如果你不想要有这样的结局 那眼前 只有四个字给大家 但情寡欲 但欺恩只爱之情 你只有但情 才能够把自己的责任 尽得圆满 然后自己在物质上面 生活上的需求 不要太多 那你就不用担心 这个经济会怎么样的变化 因为永远 我们可以满足 我们身体之所需的 所以但情寡欲 就是修道人 在凡夫地起修的时候 你一路要去掌握的四个标准 四个字 两个标准 一个是精神上 一个是物质上 物质就跟肉体有牵连 我们淡薄了多少 我们心性的成长 就有多少 所以我们老师曾经 讲这么一句话 消除业力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医院 一个是道场 所以大家都敬意 不能讲大家都进医院 现在有些人都会进医院 生病要去医院 开大刀的人 修道的跟没修道的 进医院是不一样 一个在承担业力的折磨 那是一般人 那有修的人 是在折磨的当下 在了业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前辈者 到年老的时候 有一些病苦 你要知道 那是上天在消他的业的 把他所有的业削得干干净净的时候 他才能够了无牵挂的 轻飘飘的往赴天堂之路 你要修得好 老天才要帮你削 要不然业力那么重 一定还要来人间转世 他也懒得帮你削了 那一个是道场 在道场里面 也无非是参班文坊 还有什么 还有行工 也就是内圣跟外王 你去禽筒并进 大家读了三教经典 应该有一点智慧的吧 请问你 你选择在哪一个地方去硝烟 所以修道是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没有过去的业因 你就不会有今天的业果 不论从我们的身体 或者从我们的物质环境 都是有前因 才有现在的果 透过修行 让那些的外在的条件不具足 没有缘 他恶因就不会开花结果 就没有恶报 所以修道是真正的一个养生之道 如果不在这个根本上去着手 尽在外围上去努力 那也叫做白费功夫 所以一开始不是讲吗 性是根 命是果 修道要往下扎根 你才有美好的果实 可以什么 可以摘取的 所以现在人零零种种的怪病太多了 最少有50%以上的病 都是来自于精神压力 心理上不能调整过来 所以产生了疾病 所以我们修道 如果处处了如挂岸 你没有烦恼 请问你压力 要从何去立足 你的心理健康 你的身体就没有病痛的一个缠绕 所以修道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花费 因为听说明年 小病看大医院 挂号费又贵 我是乱不喜欢跑医院的 而我做例行检查去一趟医院 挂号费就拿320是不是 害我心痛如脚 排队排了那么久 医生讲不到两秒钟 我就交付了320块钱 然后再看健保分摊费 才发觉医院的收费好高 难怪我们的劳保费 健保费要不断的提升 所以大家不生病 就是爱国的表现 大家不生病 就不需要缴那么的税 去助长医院的一个拓展 所以修道好 修道是彻底解决 人类根本的问题 可是问题 走进修行的路 还是要摸得着根 方向要正确 改息性 化柄性 绝满我们的天性 所以修行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 这个在王凤与言行录就提到 王先生有记载 书上有记载 他是我们近代的人 民国39年 36年他嫁和西归 他也是一个贫护人的孩子 家里很穷啊 贫无利罪之地 三餐不济 所以年纪轻轻 要送到外地去做长工的 到外地做长工 一年只能回家一趟 王先生是一个 嫉恶如仇的人 他看不惯他家里的手足 逢年过节的 赌博 看不到灵 看不惯灵里之间 为了什么 为了那种些许的利益有没有 就没有了五轮之德 他就愤愤不平 结果在胸部这边结了一个苍疤 腹部结的长发 慢慢的在溃烂 医生都无法治疗 他几乎成为一个废人 本来外生卖身为长工 到最后的时候 各位姐姐你看 29岁 无药可医 中医西医都想过了 没有办法医治 到后来 因为他已经不能工作 闲暇时间就听一些人家说书的 过去的说书的都讲历史圣贤的故事 不像我们现在尽是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因为不是字 他又不能工作 所以去听人家说书 讲到了三娘教子的时候 一家人都在争相认错 他就开始想他自己了 别人贤人圣人都在争自己的不对 我不好啊 你对啊 是我的错才有今天的结果 他怎么处处看人家不顺眼呢 于是他就觉悟出来 闲人争过 愚人争理 当你要争这个理的时候 你就会怨人 因为别人达不到我们预期的标准 就会愤愤不平 而这个愤愤不平之心 根深蒂固就导致他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病痛 要让他几几乎要死掉了 历经12年的一个窗牢 各位前嫌已经无药可医的人 就在一夜之间他听了那个道理 他觉悟了自己的错误在哪里以后 他整个人把自己翻了一遍 从里面开始醒思 从里面开始忏悔 第二天早上起来 这个窗疤就开始结了 这不就是我们在王凤言行录里面所谈的性理疗法吗 这个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治病 尤其是癌细胞 癌细胞的病痛的滋生处就在于我们的情绪有恨怒脑怨烦 你只要把这个情绪平复了 他的根在哪里 一切病痛的根在于我们的心性 一再跟各位前嫌重复 性是根 命是果 生病也是一个命 一个恶命的显现 我们所有周遭遇到的一切 从我们各级本身所散发出来的 所以外在环境所呈现出来的 无一物不跟我们自己有关系 无一物不跟我们的心性有关联 都有关联 所以明白这个诀窍 不就是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医疗吗 现在不是也有中医 很多西医都在讲吗 调整你的情绪 开刀化疗不是治理癌症的方法 欧美的一些大医院治疗癌症的权威的医院 都提出这种论据 开刀会让癌细胞随着血液扩散的 化疗杀不死的 因为他杀死恶细菌也杀死好的细菌 到最后人身体上的好细菌 相对的减少以后 他没有抵抗力了 所以真正要治疗癌症的根本治疗处在于有一个开朗的情绪 然后再加上身体的保健 他就万无一忧了 这都是学到可以让我们改变命运的一个事实的证明 所以修心养性可以让我们减少病痛的一个发作 或者已经得病了减少它复发的一个机会 愤怒怒 怨恨 忧伤 疑虑 动不动就发火烦闷 这些都是我们的秉性 秉性也叫做弃秉性 外在有一个境界风在吹的时候 我们就起这个情绪 各位前前自己问自己 这些情绪在我们一天24小时里面 它呈现了多少次 当它每一次发作的时候 你都是在助长自己体内 原本就有的癌细胞 在扩展它的视力范围 那个都是阴气 所以修道要拨阴取阳 把负面的情绪 要把它调和掉 拨开乌云 你就会什么 见到太阳光的一个明亮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 遇到任何人事物 我们就有这种气柄性的发作 各位前嫌 那就是修道的一个过错 所以修道人不见他人过 看自己 你见他人过 不就是把别人的错 拿来惩罚我们自己 这些东西都有医学的论据的 太多了 所以修道你要破因果 才能改变命运 因在哪里 事不正 我们既谈大学是儒家的 我们就儒家的 事不正来讲 孔夫子在大学里面不是讲吗 生有所 愤怒 愤怒 愤智 忧患 恐惧 好乐 生不得其正 心不得其正 把这些负面的情绪 全部拿掉以后 万病全消 何妨试试看 所以修道人 他能够保持一个 所谓的童颜 因为他的心境是快乐的 他的心是年轻的 岁月催他的肉体老 没有把他的心给催老 他没有那么多的毒气 阴气 在里面去困扰他的五脏六腑 他当然就身体健康 所以后学最后 以这一句话来终结 他治愈心灵上的创伤 肉体才能够得到 真正的安宁 所以每一位前嫌 你要用什么东西 去省思自己 这也很简单 在每一个境界风吹动的时候 有没有让我们的情绪 落入到四不正 有的话 他就是过错 修道人要什么 要聚阳光的 不应该有负面的东西的 所以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 为什么负性以后 他就没有病痛的折磨 他都能够得到善终 原因很简单 他本来光明 他存善无恶 因为我们有智慧 所以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帅性之味道 都不会为了异己之私 去伤害到别人 因为自信无我 小孩子呱呱落地 他根本就没有我像 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们一直强化他的我像 这个是你的 那个是他的 在这种强化的过程里面 我们又疏忽了道德的一个培养 就造成小孩子的唯我独尊 些微的利益的一个损伤 他就不高兴了 现在不是很喜欢 扣一些家庭的生活照 进入到什么Facebook科吗 不论是为了博得那个赞了 点阅力还是怎样 有一些小孩子 真的是让我们匪夷所思啊 可是父母都觉得 那个行为是很可爱的 儿女透过他的肢体行为 已经充分表达出 他的我像的一个坚持 我像的一个什么 一个沉重 然后父母没有这种觉察 反而把那种我像的一个展现 视为是一个很可爱的画面 那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 小时不加 大就更糟 故事还讲 小时寥寥大未必加 最起码小时还有寥寥的时候 现在小孩都是小聪明 所以遇大事就没办法解决 什么叫大事 没有办法去归附 去规划自己的生命历程 以我们这个年纪人来讲 当我们在念高中以后 几乎都已经知道 下一步要怎么走 就已经在规划 我出了学校以后 我的社会的历程要怎么走 我将来生活的必须品要从哪里来 我对我的家庭有什么责任 父母养我一生 我该如何去回馈 说实在话 在我们那个年纪 还鲜少没有人不这样想的 谈的都是这个 即便自己没有结婚 没有成家立业 也知道对于我们生长的家庭 有一份责任的 所以过去的人或多或少 天性还发挥了一点力量 所以真的自信做主的人 他看事情看得透 因为看得透 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他在解决问题的疑难杂症的时候 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止 变成了后患无权 我们现在常常会懊恼 常常会后悔 是因为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智慧没有显现 要经过一段时间岁月 才去懊恼 那一段时间是荒废的 现在的年轻人 工作一不合 他就不做了 他另外一个工作没找到 他就不做了 一慌慌在家里就几年 这一荒废 就让他人生的历程 有了很大的破绽 现在人的社会的淘汰率很高啊 你很快就被社会给淘汰掉了 最后你就没有办法去立足 没有办法立足了 结果就是 宅男宅女 这是现在很多人 心里会不健全的一个原因啊 一点小事就在超商 跟人家吵架 打架 那种颇富颇难的样子 很难想象耶 我们人不都是要爱面子吗 现在用这种手机的工具有没有 都这么明显 假如我们做好事被拍摄下来 还觉得予有荣烟 还摆一个pose让他照清楚 如果做错事说错话被人家留下纪念 我们恨不得有一个地洞可以钻 现在人好像不是这样 你拍呀 你拍呀 你拍我我拍你呀 那个羞恶之心真的不见了 因为没有天性做主 各位前嫌 过去生的天性不做主 就带来这一生的贫富贵贱 受邀不一样 贫富谈的是财富啊 贵贱谈的是地位啊 受邀谈的是我们身体的健康啊 别人为什么吃百里 他青菜吃都青菜没事情 吃到百里会 我保养的这么好 喝一口疯 我肚子都会膨胀 膨胀 对不对 喝一口凉水我都会绕晒 为什么 爸爸妈妈从小百般呵护 为什么这个孩子出来的体质这么差 你的呵护只是住缘 他的种子不好没有办法 你没从根本上去改变 别人随便做随便赚 那是因为别人带来这个命 我有一个朋友 发了一封讯息问我怎么办 他的先生是知名的国立大学 的高材生毕业 硕士 毕业以后 在学校里面大学去任教 当讲师的位置 然后慢慢可以取得 一些的论文就有副教授教授 他好好的工作做了两三年 他不做了 为什么 他看了一本书 叫做聪明人赚钱的方法 那本书是告诉我们 你每天按部就班去上班去赚钱 那是笨人才要的方法 聪明人就是用钱滚钱 让别人帮我们赚钱 所以要投资 他先生看了这本书以后 观念整个改变 在没有任何一个财富保障前提之下 他把工作给辞了 开始天天去规划赚钱了 要怎么样用聪明的方法去赚钱投资 他老婆跟我提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问了 这句话有问题啊 你要去投资 你不要先有一第一桶的本金吗 你没有本金怎么升利息啊 你看那个业力献钱多么可怕 这么简单的道理 三岁我二都知晓 他一个饱读诗书的人 他居然看不透 他放掉了自己的工作 在职场竞争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你放掉了再回头就没机会了 他也不愿意回头 就这样子一路荒废到现在 四年都没工作 信用卡也去借贷了 最后跟他老婆讲 如果我们是夫妻 你不挺 你要挺自家人 就是把房子拿去贷款 你要支付我投资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改变家庭生活 他的老婆就问后学怎么办 我说不要吵 因为你再这样子去做 你一定失败 他说我先生去抽了一个签 签上说他做生意会赚钱 还拿签给我看 说那你把签投给我看 反正手机可以传讯吗 那个签一过来 虽然我抖大的字 认不知道七八个 我一看都知道 那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一个避遇 求财才空 我就访问他 我说你本身也是一个高中老师 我说这个签他是告诉你 投资会有好的光明吗 没有他是告诉你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他已经用净花水月做这代表了 你怎么还会解释为 这次的投资一定胜 所以要把房子都拿去抵押呢 那是因为人已经陷入到极端的盲点的时候 他不接受所有的解说 到现在困在家里 我不能连名戴姓讲出来 学校也是有名的学校 你不要笑别人为什么这样子 所以他在家庭里面的关系出问题 因为自己没有谋生的能力 仰赖老婆养 他就有自卑感 他就有忧郁感 所以疾病就来了 有了疾病以后 需要进行心理资商了 家里已经没钱了 除了给你吃安眠药 让你一直睡以外 真的没有钱去请医生帮你资商 这不叫做恶性循环 血上加霜吗 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吗 我的手机还在里面 我还没删掉这一段 因为我看一看我就觉得难过 小心啊 各位前嫌 你没有正之见 一切的作为 在别人眼里匪夷所思 我们却视为当然 我们如果有正见 就可以用正见安排我们的生活 就算这一生 延续着过去生 过去生做不好 我的命不好 都透过这一生的 我们知过能改 以现在报应之词 快速啊 现世报很快就来 你的命很快就改的 所以求富贵得富贵 求长寿得长寿 求聪明得聪明 只有在修行的路上 你才能够水到渠成 心想事成 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谁敢否定他的话不对 你们谁敢 没人敢 因为佛是不打妄语的 所以每一个人来到人世间 都是好命 所以皇母训子词戒 开头就告诉我们 我们从天而来 玩一玩几十年过去又回天了 因为没造恶 所以三恶到没有拘留我们的一个地方 到多次的来来玩完以后 有没有 袭染了 就开始有种种脾气毛病了 才有了贫富贵贵之别 才会让我们来得去不得了 刚开始怎么来怎么回的 到后来没有旅程的一个资粮了 于是我们就回不去了 所以这个所谓的性不好 不是我们的天性 是我们累世的轮回污染 那个习性 那个秉性 让我们的天性 无法发挥 他那种光明成色 纯善无恶的力量 因为他不能发挥力量 所以我们的行为就会 做出一些损人也不利己的行为 但是自己由然不自觉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 倒在生活当中 因为日常生活的起心动念 所有心理的行为 会决定我们的命的 如果觉得这一生命不够好 你有机会 因为你站在修道的这条路上 你就掌握了成功的一半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剩下一半要怎么样去旅行 那就是改习性化底性 而习性秉性从哪里改 从在日常生活里面 五轮关系的落实 我进轮了 你就能够把命给改过来 所以人道的究竟 他就是一个佛道 所以儒家讲的 所谓的生活道 不要小看他 生活道做的不周详 做的不圆满 天榜是不能挂号的 因为哪一个五轮常知道没做圆满 在那个区块的命就不好 五轮关系在五脏六腑各有主他的一个位置 肝不好啊 心不好啊 那是五轮关系有亏欠啊 经书上都有记载 最后讲完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下课 家庭中的伦理就是笑题词 要进轮就是求己 求己就是反求诸己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不要往外去看 我们要达到反求诸己的目的 就是先认识自己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想组织那样的一个地方呢 那样的一个所谓的聚会呢 是因为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 帮助我们去找回我们自己 一个人不认识自己 不知道自己的脾气毛病在哪里 不知道自己的千疮百孔 在哪个地方有肉丝 你没有自知之明 你就不可能改正错误和缺点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修养 那个就叫做敬果 任何事情我们做了自己该做的 注意不要期待别人 不要责求对方 父辞 子不孝父还要辞 胸部有地还是要踢 这个叫做反求诸己 如果希望我做好 你跟着做 那个叫做求人 那个道就不是用尽的 而是用真的 那个就离道了 所以在伦常当中 对人对事 尽到我应尽的力量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吗 这个句话你如果明白 你去落实了 事不正就会完全连根拔掉 对方如何 你不要去多管 他的命运由他自己决定 过多的千禅跟挂碍 于事无辅 还会回过头来反噬我们自己 这就是这一堂课 后学最后要跟各位前嫌 分享的心得 如果有讲不周全 再请前嫌们多多包涵